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比3巴列卡诺和1比2比利亚雷尔 黄马意外翻车 让巴萨隔空收大礼 现在巴萨在少赛一轮的情况下 仍然领先黄马5分 他们本轮主场能拿下三维利亚的话 双方分叉将会被拉开至8分 值得一提的是 维尼修斯本场比赛应是因招踩他对手被黄牌警告 他将累计黄牌停赛 无缘下一轮主场面对艾尔切的比赛 这对于黄马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22岁的维尼修斯在德国转会市场上的身价达到1.2亿欧元 是黄马身价最高的球员 但最近他的一系列无脑行为引真意 黄马球迷怒批维尼修斯整天跟对手吵架 跟个刺头一样纯属脑子有病 黄马这一场比赛 你可以说他们输得冤 因为他们出现了乌龙球和点球不进的情况下 但也可以说他们不配拿到分数 因为他们上半场巴斯射门零摄政 而全场也只有一次摄政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